- 大家晚安 歡迎回來收看WCS 顏雪平台港澳日挑戰賽 我是今天主角阿吉 我是賽平輝 那目前已經來到今天第二場BOW 5的賽事 是由上屆的亞軍Bistalk 要對上這一次殺進來八強的Sale 這個... 你怎麼看 我剛剛從聊天室有看到有人說Bistalk 6200 6200的... 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 Sale不好打喔 有點強耶 6200有點強喔 6200約落在韓服中獅50名內 560名 但這個有可能是芭樂 因為我不確定他講的是真的還假的 但如果是真的這很強 906講的話我可能會聽一聽 隨便他 906因為他預得到 所以他講的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有可能 6200的話9600預不到 所以他講的... 確實很強喔 因為據我所知在台灣選手裡面 能達到6200的只有Hace NICE NICE有到過 他有達到6300、6400過 對 很強 而且其實我們要稍微講一下Bistalk這位選手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努力的選手啦 我記得在我們那個年代就看過他了 那時候我還是選手的時候 他就有來台灣打過比賽 對 他其實一路上在香港 他沒有放棄過 所以還一直練習 然後我記得上次 上次我們打完比賽以後 我有跟他們去吃飯 然後他其實是... 哦 他會賽前全面解析他的對手 然後每一場都是用很針對性的戰術去跟他打 所以他是很了解他對手的習性的 也確實因為我們目前要打WCS 幾乎你看到 而打進來的都是這些選手 確實比賽就是要這樣準備 對 那我覺得如果他有這個分數的實力 代表這種微操 他又去做針對性的戰術針對 我覺得Sale會很難打 所以他上次能夠打到第二名 其實不是... 不是運氣 是真實力 是牽運 哦沒有他自己講的 好 那我們來現在看第二場比賽已經開始了 第一場地圖是奧德賽 在地圖的右下方 是來自台灣的Sale 藍色的蟲竹 在地圖左上方 則是來自香港的香港的神帝 Bistalk 上界的亞軍 紅色的神竹 奧德賽 又是一場神打蟲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 神打蟲的話 其實我覺得 蟲竹的偵查是非常關鍵 就像剛剛我們在提的 有時候其實寧願多死一隻王蟲 你也要多看到一點東西 對 Bistalk跟那個HES的風格是差很多 雖然說Bistalk也是偏戰術型的選手 但是他們的戰術是完全不同 沒錯 而且我覺得Bistalk的打法也沒有很韓國 對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戰術 簡單說他就是香港HES 我就真的要說這個 像上次他打的一套雙框的不朽Rush 對 那個只有他在打 我之前就看過他打 對 有一次在一個台中日韓邀請賽 一個線上賽的時候 我就看過他打過類似的打法 對 而且那時候我們還有去算 其實這個打法並不是很好 但是他是要在timing上去打的 對 因為那個打法比平常快一點點 沒錯 那那個時候確實只有他會這樣打 真的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Bistalk的第一隻公兵來做一個偵查 稍微看一下對方的開局 這邊HES的公兵停在波口 看一下有沒有第二隻公兵出去 稍微看一下對方的時間點 為什麼這個Bistalk的公兵對於瓦斯念念不忘 沒錯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稍微看一下狗屍的時間點 不過其實像他們這種已經很頂尖的 基本上都是背那個時間 就是幾分鐘狗回到我家門口 這樣子 好 那這一次這個也是 這一次賽季的新圖 其實基本上這張地圖 我對這張地圖的想法 其實是跟那個 艾爾菲森差不多 就很類似 對 基本上就是一樣的圖 只是多了幾個風景有沒有 顏色改一下 中間有高地 對 我覺得那個地方不一樣 然後瞭望塔的位置也不同 沒錯 這邊的 這邊瞭望塔你如果站左邊 你可以從上面繞過去 對 然後剛剛那張圖 阿爾菲森的話變成你一定要繞一大圈 避過那個瞭望塔才行 沒錯 但是他們主要的開礦模式都是類似 差不多 好那這邊第一隻公兵 稍微繞一下 要看一下三礦 可是不過這邊Sale 是把三礦點在上面 Sale這場就跟那個EM剛剛不同 它的瓦斯沒挺 但它升的是蝗蟲速度 而不是升二本 對的 這一次比較 目前比較穩妥的一種打法 可以看到對方的科技 沒錯 這邊很穩喔 這是教室嗎 教室 好第一次教室來看一下 偵查一下 發現對方三礦已經放下去了 那 這邊要看一下HES 喔HES 先輸出了一隻先知 不是HES 那個Beast Token 剛剛你說香港HES 我真的叫他HES 不然叫他台灣Beast Token 喔那是HES 喔 都是你啦 害我一開始 真的不小心就叫他HES了 剛播完嘛 很正常 好這邊Beast Token 第一隻先知 已經到對方 欸才剛出嗎 剛出 剛出 這邊要 有沒有被王蟲看到 喔沒有 王蟲進來第一時間被追獵 做一個抓 被抓到了喔 這個王蟲應該是有敵速的 應該是跑了掉 對 NICE在海選獸被一個台灣的人類選手 EXPECT淘汰 沒錯 很可惜 好這邊被這個 那個 遙控塔看到了 我覺得一看到就知道要怎麼守了喔 不過 直接奔三框 我突然發現他們的隊名 怎麼知道 失敗者 我就是因為他們上進沒有進那個啊 上進太好笑了 上進我們是當主播賽品嘛 然後他們輸的人 就直接在那邊聚集一塊 就說 歡迎加入失敗者聯盟 然後他們就進那個隊伍 對 好那這邊殺了兩隻攻擊 再一下 再一下 哎呀沒有點掉 應該剩下最後一滴 沒錯 最後一下就死了 哇這個沒有殺的 如果殺的就很賺 剛剛的就是操作細節 再細膩一點他就死了 對的 好這邊出了一隻 呃 虛空來抓一下王蟲喔 欸 他虛空出完又出先知喔 那他這樣子我覺得 他先知應該是要來定工兵 對的 用靜置立場定工兵 呃我覺得 可是我怎麼覺得 比TALK這個流程 有點奇怪啊 沒有他就是 一隻先知騷擾嘛 第二隻虛空是打王蟲 對 然後第三個出先知 是為了要兩隻先知 去定對方的後面礦局 不然就是他要直接用他的教室 配那個先知 打一波正面 對 壓制 因為我現在看 我會覺得很奇怪 我是覺得他的三礦的時間點 有點晚 有點慢 因為照理說如果你要這樣打的話 你三礦還是要開嘛 然後 因為你還是有刷一點兵出來 其實依靠水晶塔跟那點兵 你是可以守三礦 但是他三礦那麼慢 我會覺得這三礦是假的 他確實是假的啊 他要打的是那個 仁靜的教室飄臉 不是飄臉 就是多線騷擾 他是要打這個打法 對的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BG已經補齊 已經補到了 總共我算一下 6BG喔 這邊教室的攻速也在研發 而且他這個打法跟那個 上禮拜接手 有點像 就是 呃 忘記那個神族選手是誰 他就是打兩隻 兩隻教室 兩隻先知加一隻虛空 對 然後之後直接那個 那個 人進過去就直接刷兵 然後把人家飄死 滿像的 確實打一個時間差是有機會的 他這個打法瓦斯不用很多 你可能三氣或是兩氣就夠 對 這邊感覺上 Sale是要打一個空頭毒爆喔 在側面變了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 正面的這兩隻先知 我覺得 稍微用一下 不過對方其實兩隻後蟲 已經在位置上面來做個放手 第一時間這個虛空在前線點的 這個黃金礦喔 而且教室已經出門囉 喔這邊很關鍵 這邊很關鍵 喔應該點掉應該點掉 好那這邊的4顆毒爆蟲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配置是3顆毒爆配2條狗 欸 這個配置確實不錯 對 好 這邊直接往前飄 大亂的狗 但是沒有毒爆喔 要卡到好位置 這應該不會上去 應該不會上去 欸毒爆有沒有看到 欸毒爆有發現嗎 有有有有有 哇沒感覺 啊糟糕這會被炸翻了 因為他前線在控他的那個角色 哇 好虧啊 12隻 但我覺得Sale可能會直接被A死 對有可能喔 滿有可能會直接被打死 欸欸這有沒有 欸欸 哇卡到好位置 找到一個群聚 哇 就這樣 煙消雲散 這樣可能 這樣可能要被守住喔 欸不過不過這個教室好多 冰還是有點多 對 要縮著打 要縮著打 哎呀糟糕 啊沒戲了 主要是喔我覺得 他們虛空解決不掉 然後後床不夠多 正面的冰力差 欸欸欸 炸一波炸一波 後面的冰爆上來 欸 但後續 後續刷了冰 後續刷了冰 哇這軟根本上Sale 這邊後蟲沒有後蟲阿 他沒有噴軟阿 對 他後蟲已經全部送光了喔 你看他現在是有錢 但是沒軟 哇這直接起臉了 好窮好窮 欸這應該是飄阻礦 對 這應該直接卡 上去卡位子啦 那基本上你現在三礦 沒有任何弓兵在採集喔 你只要逼迫他拉弓兵 他經濟就自然升不上你 然後這邊散好 不要被包夾阿 就OK了 哇畢子豆哥 這攻勢真的是非常伶俐阿 這應該沒救喔 這邊還是有在做一些細微的操作喔 這邊應該是沒辦法啦 沒辦法 雖然說那一波毒爆 炸到蠻多東西的 但其實正面的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說的 這三礦石很像是假的嘛 他其實已經停龍停很久了 其實 是誰 對 好那這邊 恭喜鼻子頭可心獲得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其實他這個打法阿 神族應該是 他應該是會把三礦補好 補滿龍的 對 對他這打法應該是 瓦斯可能只有三個還兩個 然後三礦滿運運 這樣他才可以刷很多很多的教室 是 對然後而且這打法 然後但是那個Sale他那時候 不是有空投一波毒爆嗎 那一波毒爆其實 其實對於Sale來說 並不會對他的正面造成太大的影響 可是他卻造成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正面的毒爆還是變少了 沒錯 他應該是人家第一波進來的時候 就直接把那個教室換掉 其實我們剛剛稍微算一下 因為他怎麼可能炸了12隻毒爆嗎 12隻弓兵 那你算一下他的正常的命 他有56隻 但事實上他應該是很早就停龍命 對 他應該是在三礦點下去那一瞬間 先把必須補起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停龍命 我剛剛看他炸完之後 工兵好像剩40隻左右 40 所以他有到50幾隻 對他其實有多刷一點 對差不多阿 然後你看一個礦是16嘛 三個礦就是48 對的 加上三個瓦斯剛好60 沒錯 那我是覺得就像剛剛會講 就是其實第一時間 像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是上帝四腳 我們看到那三礦時間點 我們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打一個比較運營型的 他應該很早就開三礦 他很早就開了 然後如果通常要開那個三礦 我基本上我看到 我會覺得是假的 那我相信Sale應該有感覺 他應該有感覺 但是正面的毒爆變太少了 冰不夠多啦 第一波手的時候沒有 他不是那種完勝的吃掉第一波 而是跟人家換一個誤波 然後人家在線刷一波冰的時候 他軟接不上來 沒錯 因為有死到後蟲 對 我在想其實他應該要在前面多做 因為我覺得這一波算是 讓這個beast talk 很早的就壓到前線 因為照理說你在中間有小狗去做個拖延 他可能一出門我進去打個門 讓你往後走一下 我一定可以拖到足夠的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等於是讓beast talk 無損直接走到我家門口去刷柄 其實beast talk剛那場打真的蠻棒的 對的確實 好那這邊第二場比賽開始 有地圖是艾爾飛生 也是這次賽季的新地圖 在地圖的右下方 是來自台灣的Sale 藍色的重組 在地圖的左上方 這是上屆的亞軍 來自香港的beast talk 我剛剛說他的 他那場其實真的打蠻好的 就是他把 我剛剛不是說他的打法很有自己風格嗎 可是他剛那個打法跟GSO的打法 真的是超級像 他應該就是看那一場打出這個打法 對的 然後他的timing也抓得很準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場比賽 因為我相信 其實大部分的神組 從組遇到神組 如果在前面的第一第二場比賽被放招的話 我相信後面打起來都會幫手幫腳 會不會怕被放招 對真的會很怕 就是你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再換另一個招式 但其實Sale剛剛那場已經算很小心 因為他有伸那個王蟲書進去看 對 只是還是沒有守住 有點可惜喔 我是覺得Sale應該是有感覺啦 但是很可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第一隻公兵beast talk 先到達對方家裡 稍微尋一下 看到這一個應該就確定對方是一個羅雙喔 進去看一下瓦斯進度 稍微看一下對方的瓦斯進度 其實像剛剛會有講到一個就是 我們去看他們 主要是看瓦斯的採集 對 這個打每個種族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就你可能進去的時候 你看一下瓦斯有沒有停 或是採了多少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他等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 打法跟套路 可能性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上面 呃 這邊HES 不是B's token 我怎麼一直叫做HES B's token 這邊的打法其實就是 蠻常規的神族打法啦 就是正常的單兵營開二礦 好 雙方其實都是蠻常規的打法 對的 好那目前 因為畢竟這邊sale是一個裸雙喔 經濟上是 是不輸對方的 但是這邊重點是在於sale三礦的時間點 不能被這B's token 不能原則上是會被看到啦 但是應該可以干擾一下 好那這邊直接放下了VS喔 飛機場 上一場B's token 他是直接出兩隻先知嘛 然後再出一隻虛空 你覺得他會不會比照原本的打法 呃 滿有可能的 因為那個打法 真的不好守 就是你知道你也不一定守得住 確實 不過剛剛感覺上B's token 我好像沒有利用就是側面再放那個 機制一場 他直接從正面來 對 因為剛剛那個打法是你正面在打 然後他的那個先知還會去定你的工兵 他還有一隻虛空可以做事 其實蠻強的 沒錯 欸我突然想到我終於為什麼會變胖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以前很瘦的時候 大家說我說 說我像誰 聲音像Sam 對不對 然後呢 後來又說我像Yu Lee 嗯 當時我說他們兩個都是胖子耶 對啊 對不對 說著說著我也跟著他們一樣 喔 所以因為這樣胖的 這是一種童話 不是胖了以後才被說像的嗎 對對 是像了 還沒變胖之前就被說像 所以你現在是說我們Yu Lee胖囉 Yu Lee現在變瘦了 好 我講話會小心一點 我很害怕 所以你現在說我們Sam胖囉 他確實蠻胖 他確實蠻胖的這我不否認 對不對 抱歉抱歉 好那這邊 來看一下 你知道 上次Sam不是在這場比賽嗎 他一看到我就說 阿姬你怎麼變成這樣子 你知道他播比賽的時候就說 那個 阿姬已經 腫得不成人形了 我有點難過 講出來的話都有油味 沒錯 這他講的你知道嗎 對然後Race還跟我說 阿姬我跟你講 剛剛Sam講得很過分的話 對 他說你現在就是肥到不行再肥 你說Sam講的嗎 對 我真的有點難過 他說你的臉已經肥到變形 沒辦法 年紀大了嘛對不對 我一定會瘦回來的 我一定會瘦回來的 好 期待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果然一樣的套路 兩隻先制以後 直接出一隻虛空劍 然後這邊有在做一個反偵查 不過因為這邊是有 這個王蟲提出 應該是可以看到點東西 但是 你有沒有發現別人有個這邊的細節做得很好 他在邊線都有點水晶塔 對 或者是放一些冰 商場也是 對的 但是他那個水晶塔點了還是被炸到 所以我也是無焉 他點在外面喔 對 他很早就看到那個王蟲飛進來就被炸到 沒錯 但是那是因為他那時候正在操作他三框的教室 可能沒有注意到自己家裡面 對的 像Bitalk的這種細節是很多高階層組不會去做的 對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你多一份視野多一份安心 好這邊虛空先清一下周圍的王蟲 對的 好那這邊說 看一下雙方的工兵數 都是一樣在45隻工兵喔 那這一場 我剛剛沒有看到他這個三框的時間內 又這麼慢 對他是先把科技升起來 又是5分鐘的三框 蠻特殊的 蠻特殊的 那這邊可以注意一下這個 Bitalk這個打法是沒有升攻防的喔 對的 他只有教室的攻速然後就直接放下VR 好那這邊要看一下 這一隻先知從側面兩隻喔 從側面落進來看會不會殺到點工兵喔 那看一下有沒有防攻炮 應該有啦 欸這個是不是不同步啊 喔要點進制地場 好這有發現 喔還是賺 四隻工兵跟一隻媽媽少噴一輪軟 我跟你講上次我看到有一部真的是笑凡了 那個樹啊 他就把他的工兵 都快要定到他全部拉起來 就整礦龍被定到 這我看到最好笑 那個超悶的你知道 整礦龍欸 對 不過剛剛其實蠻賺的 我覺得一個競技場定到 大概四隻工兵就算不錯了 對 欸這邊飄進來 可是這邊正面有這個毒暴 你敢飄嗎 不敢 好直接卡到一個好位置 好可以 散開散開散開 好 不夠散 我覺得還是不太夠散 這場有換打法喔 對 因為其實可以從一個小的地方看到 畢豆哥這場是四氣 哇一模一樣喔 這邊又一個空頭 畢豆哥這場是四氣 他不是像上一場三氣 或許你可以在 呃 面對他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去 去 觀察 他到底是要打什麼打法 對 但有可能他聽 有可能之後聽到我講這個的時候 他就故意蓋四氣給你看 有可能 對有可能 因為以前比賽確實我們常會做這種事 這個反應還是蠻快的喔 那我覺得 這邊只 欸你媽媽 還可以還可以 我覺得我噴軟的話 就可以用媽媽去踩 其實最好是用小狗去踩就好了 其實只要巡邏個四隻狗 三兩三四隻狗 他那個就蓋不起來了 他會把他咬掉 對的 好那目前來看一下喔 雙方目前的技技來說的話 是有稍微領先一點點喔 但是 原因是因為 Peacehawk他這邊的三控板 就比較慢撞一點 然後但是他取代的是 他的科技快了 快了不少 他剛剛是主框又被炸到 我看一下 欸有17隻喔 哇17隻有點多欸 他那個 水拿的不是 哈哈哈哈 擺心安的嗎 欸真的是 多一分 多一分安心你知道嗎 這是擺心安 喔喔喔喔這個 這個穿這個穿 哎呀他咬出爆啊 我覺得這直接換弓兵 啊算不行 他剛剛應該直接進去殺那隻哨兵 對 哇這個這個六狗 欸有有有有轉轉轉 哇這個就是 打一個瞬間的包夾 讓你反應不過來 好不快 這一波狗有做到事情 對 這個就放這了吧 好那側面這邊 換必須頭來做一個 臨近空投 但是同時其實 是有爭取到自己 開啟試光的時間喔 好這邊 先投下來四隻的教室 但是這邊其實 Zell有做這個送命防守 再起來吧 喔有蟑螂喔 有蟑螂 那這應該是每個 每框後放兩到三隻 就可以玩手了 這邊很 很拚欸 他雙臂牙出不朽 然後再衝閃電欸 呃現在都會這樣打 因為 殺蟲族很喜歡出 刺蛇加狗毒爆 所以他第一波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閃電 才有辦法解決 強化過的毒爆跟刺蛇 對的 然後出不朽的原因 是因為他要面對 如果對方不這樣打 還是出雙噴的話 他有一個可以反制的手段 其實就算對方是沒有蟑螂 也要出不朽 因為他是比較不怕 毒爆這個單位的 那如果說你做很多白球 跟狂安士的話 狂安士其實沒什麼用 狂安士被毒爆炸一下就沒了 沒錯 所以他必須要有不朽者 跟白球這種 可以扛比較多傷害的單位 對的 好那再看一下 這邊電已經快好了 但是這邊 我覺得這電好的話 其實對於這個局勢來講很難說 因為畢竟你從的第一波進攻 我覺得很難打出缺口 那側面有繞了一波 那是教師還是 看那個移動速度應該是 教師在飄的速度 不是喔 先知 那應該是先知 先知 好那 這邊其實目前Sale的防守還蠻不錯的喔 都幾乎沒有被鬧到農民 然後都有 把對方做個擊殺喔 這邊 轉角遇到愛 不過這個有提過移動速度的監察王蟲喔 這Sale的那個 咬望塔的狗 心情應該蠻詭異的 上面有先知 這邊虛奪 他應該覺得蠻北七的 又打不掉 然後他也不點膩 兩個先知在那邊繞 但這其實對於Sale來說 就知道你先知沒有要來騷擾我 沒錯 好這邊來 我這邊打一個細節喔 喔 找到 九隻農 我覺得可以接受 從正面滾的話 這邊你看看 這邊Sale做一個細節 他繞開瞭望塔欸 他繞開那個 在那邊 巡邏的那個 不是啊 我覺得這先知很智障 他那個 不是啊 你就很明顯 給人家看到你在那邊巡邏啊 對啊 啊 還是看到 他還是看到 他還是有幾隻狗肉線 唉呀 太可惜了 哇 這被看到他很多喔 好 照一下 一個天啟全部看到 好 換了一隻先知可以接受 這時候其實可以考慮放個 精致立場 在正面 不錯喔 欸 那個 他的山框那邊有一波 人進教室在騷擾 喔 這邊有 這個毒爆來做防守 但是 感覺有點危險喔 這邊 哎呀 這個立場 隔得非常漂亮 哇 先吃一半的兵欸 然後正面爆開 然後正面爆開 剛剛那個立場閃電太漂亮了 對 哇 我總覺得Sale要爆開了 欸 Sale這邊這邊沒打了 回救了 對 啊 我覺得一回救了 就陷入神奇的結構了 對 欸 這個空頭 這個空頭遠大於那個 剛剛那個正面的那一波 對的 應該說兩邊Bistalk都是優勢的 兩邊都是賺的 沒錯 而且重點是 Sale完全沒有發現 Bistalk已經開啟了實況 剛放 對 那這邊 我是覺得啦 他剛剛那一波 其實是 他應該是打出去的那一瞬間 發現家裡被投了 對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往後拉扯 然後就被隔了 有些部隊就先上去死 沒錯 好 這邊轉 轉試況而為 但這個試況快好了 不過這邊卡到一個好位置 我覺得可以把這個 抽到常識性的點掉 那看一下跟Bistalk會有把我手 好 哇 這個毒爆 噢 噢 騙到了 這個是試況掉了 還是掉了還是掉了 Sale這邊只有讓他小部隊去引誘你放閃電 沒錯 這一波相對來說 Sale還是有打回一點東西的 其實我覺得Sale可以再打偷一點 他可以再把無況點出去 因為他畢竟現在這一波 畢竟事實上 你看到對方有大量的 欸 欸 這是 這應該要掉 送狗了 這 哎呀 這個狗好歹二十幾人口 不過側面的這幾顆毒爆蟲 再炸一波 再炸十二隻農民啊 四隻 四隻 這個 繞狗跟繞毒爆的觀念非常好 我跟你講這狗大概死不到一半 全部都會跑 沒有 他跑 欸 喔 你看是不是死不到一半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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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樣還跑走 好 這邊要轉 盾地獸了 其實我覺得 轉太慢了 對啊 你不覺得轉太慢了嗎 盾地獸嗎 其實他剛剛螺旋塔也有放 我以為他是要出大龍 對 因為事實上 大龍打這個陣容是還蠻不錯的 很強喔 很強 因為基本上他的射程嘛 對 沒辦法精神 而且會被小蟲子一直去打這個自身管 這種打中的主人 就是後面出狗刺蛇毒爆配大龍 然後變成神族就很痛苦 他就必須要出爆風箭 好 那這邊看一下喔 這邊開始打起一個多線喔 喔 這邊真的拉 利用大量小狗的機動線 來做一個多線的拉扯喔 側面 三框遠被定的小狗也沒有死掉 正面也是不停的干擾他的四框喔 其實不太懂 因為 剛剛說他出定咒 第一個我覺得太慢了 因為你要出對方已經不小那麼多了 你出定咒幹嘛 沒有沒有用啊 完全沒有用 你要嘛就是一開始就先出嘛 對不對 你通常到這個局勢就像你剛剛講的 直接跳大龍是最好的選擇 這頓地獸沒有用啊 對啊 這頓地獸你看這不小這麼多 這完全不怕頓地獸的欸 哇 他就只要OB帶著 然後開著地場走過去就好了 三框爆開 三框一堆狗啊 哇 這邊持續的在不停的繞狗 但重點是Fail能不能藏入中間這一波啊 這一波有點死利啊 頓地獸 欸 是不是沒OB 有先知照 對 有先知照 但是他可能很難照到全部的頓地獸 不是他這頓地獸數量那麼少 然後那個Sail這邊要繞那個Bistoke家裡 五隻頓地獸就走不太住吧 你看正面 欸 閃電 閃電脫節 閃電你怎麼在那邊 欸 狗居然沒狙接 我以為他會放上去欸 啊 剛剛一定是F2啦 啊 海這邊炸發 這好虧喔 這個對於蟲族來說 要打這組合就是他的 他的那個 欸怎麼辦 我覺得 這邊Sail有機會守住喔 有機會 因為他沒有OB 對 他沒有OB 對 然後這邊阿邦就全部死光 衝瘋狂 白球 白球也掉了 哇 這邊玩爆 太神啦 我跟你講那個Bistoke就是 閃電太多 對 白球太少 然後閃電而且還全部被毒爆炸掉 所以才會有這種局面 不是 他一般來講是 躲在部隊後面阿 他怎麼會比部隊還靠前呢 反正他是上下脫節了 一個從上面去嘛 閃電比較晚到 所以從下面過去 對的 哇 這個真的是 其實剛剛很簡單 那些閃電都是白球的話 可能這一波就會打穿了 確實 確實 剛剛就差一口氣啦 就差一口氣 那這邊反打 但是大量的狗跟毒爆 往前做個壓石 毒爆全部滾 這應該是走不住的 然後赤水出來 鼻血上面衝 這邊打出了 GG 好 我們恭喜Sale 扳回一層喔 你知道現在的那個 二宮的毒爆多痛 就像剛那樣 他只是 插到而已喔 然後光是那個小小 那個擴散殺 就可以把 那個聖狼王子全部炸光 對 確實 因為像在上賽季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二宮毒爆其實在 重打神裡面 是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地位 那今天這場比賽 我覺得是Bistoke 他沒有把握到 他的勝利的方針 我是覺得剛剛 一來是閃電脫節 再來就是 他如果那些閃電 你看他如果說今天 那些閃電是白球 然後他真的也是 可能就像剛剛那樣 脫節A上去 還是有可能直接把 那個Sale給打爆 沒錯 對 那我是覺得像剛剛那種情況下 因為他已經有雙VR了 我覺得你覺得你要打 你就帶個OB嘛 對啊帶個OB啊 對 他兩個VR 不一定完全 確實現在 現在對於那個頂尖的理解來說 用先知去造是最穩的 因為你的OB不會被打掉 沒錯 但是剛剛他可以多一個OB 多一個寶藏 那剛剛可能那個 還是可以打擊 不過閃電被炸光真的太虧了 因為光不休者 真的是被攻防狗玩爆 沒錯 我覺得可能就是Sale 我剛剛有講到一個點 就是Sale他的這個 多線繞狗的意思 有打亂他的節奏 絕對是這個東西 才打亂他正面的部隊壓力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你都不去繞 你不去做 其實光看正面操作 一定是玩爆 神主會很舒服 對 那我們恭喜Sale 版為一層戰勝了1比1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比賽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煮貓 我們來看看 我們廣告 壁 車olar 車 車 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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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可以甚至可以惦自己的不朽 去把你的狗殺空 甚至可以做到這種事 好那現在來到第三場賽事 地圖是空降守軍 也是這一次的新地圖哦 那在地圖的左下方 是來自香港的 Beastalk 紅色的神組 那在地圖的右上方 則是來自臺灣的Sale 藍色的神組 哦這張地圖啊 我剛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我不怎麼喜歡這張地圖啦 但是 我覺得這張地圖人類不難打 哦我覺得 但是這張地圖其實 要守的東西有點多 你知道他這張地圖 他的二礦開 三礦開把是往上開 或往下開嘛對不對 但他中間有一個岔路 你知道這張圖神組打衝組 有多難打嗎 他的二礦 有夠 真的是有夠寬的 就很難守嗎 而且重點是他有兩條路耶 他兩個洞耶 你要怎麼做建築球 你只能用那個 以前薩爾納加洞穴的建築球 受不了 我覺得有兩種開法 一種就是把正面的口堵死 然後往右邊這樣平開 然後手下面三礦開過口 但是那個開過口也不好守 你看那個 那個Bistoker他直接不封下面 他直接蓋上面 對 沒辦法 所以他等等建築學是會在 自己的二礦上面可能放個水機 然後把斜坡到二礦那邊堵起來 沒錯 但這張地圖真的是不太好用啦 我打了幾次我就把它BAN掉 好那這邊看一下 一樣一隻工兵到對方家裡 稍微看一下對方的氣況 跟第二隻工兵出來的時間點 好那目前 我還猜啦 因為畢竟前面兩場 Bistoker都用這種相同類似的開局 他會在第三場用比較 就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畢竟你同一套一直打下去 其實Sale抓到一點節奏 事實上是變得會很好打的 而且這張圖 我在想會不會他會打一波 他目前都沒有打一波 都是就算有也是三礦 但他上一季在面對 在Stand的時候其實放了不少招 沒錯 我是覺得如果今天我是這個重組的話 我會想要打玉瑩 用多仙去鬧他啦 那神族的話 因為我剛剛已經說 這張地圖其實三礦不好開 太多路可以去牽制你的 我覺得神族打一波的概率是挺高的 而且其實Bitalk 他之前其實就很愛打一波 這一隻工兵被抓掉了 沒有看到三礦的時間點 這有點這有差距的喔 這有差的 應該還是會默認有開三礦 對 好這邊放VC VC 喔果然賭 他選一個嘛他賭下面 賭下面 可是他這樣賭不就擺明了 要打一波嗎 我覺得不好說耶 不好說 我知道我知道 他把右邊賭起來然後把岩石打掉 對 所以等等還是有肯開三礦 沒錯 他他目前的想法其實就是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還是先照著他原本的流程走 然後在中期再看他要不要走 因為他的打法我們剛說過他有點特殊 他的速三開其實跟一般的速三開不太一樣 先刻技嗎 對他是先刻技的開法 喔這邊是一個提速空頭狗 我剛聽著你說先刻精 沒有先刻精在開礦 先刻技喔 好這邊 喔正面先用一波效果引用你的注意力喔 側面再來頭八條狗 但是這邊有一隻 所以做預警 第一時間的往後拉應該OK 但這應該是會被包住喔 哇第一時間 農民拉出來 我覺得農民拉從谷就賺了 你怎麼看 賺了 賺了就賺了 殺兩隻 哎呦 要去圍刀 對 然後正面持續用狗來不停的做拉扯 死兩隻 死兩隻然後 將近六七秒沒有採礦 這很賺 我覺得還蠻賺的八隻工兵做這件事情 主礦的工兵其實剛又拉了一波 八隻狗做這件事情其實真的不錯 然後看一下喔 這邊趁機會抓的空檔補一點農民喔 那目前來講 sale的農民稍微領先一下beasttalk 這邊走 VR 好要去空投了 但是他兵銀還沒有補 好奇怪喔 一二三 三個兵銀三個兵銀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喔 因為他現在 再不開三礦太慢了 我剛看一下他兩場都是五分鐘的時候開三礦 對他如果這一個三礦不點 他還不趕快補兵銀他等一下會爆錢 他都堵死了 他怎麼開礦對不對 他把他的水晶場打爆 那應該要補兵銀了吧 有了 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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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覺得他好像都補慢了 所以他這個 沒有他這個打法就是他要先在路上先刷一波 然後到你家的時候刷七個 所以他的他是 在路上的時候就會有點冰 對 好那來看一下喔 這邊 我覺得這應該有發現了吧 這太明顯了吧 你在這時間點看到神族沒三礦 對不對 一定知道你要打一波 一定是打一波的啊 然後我還不趕快笨個毒爆 有他出蟑螂 蟑螂 其實蟑螂守教室比較被動 對但是守住後可以反打 沒錯 好那看一下這個位置卡的還行 但是直接被包住了 還沒有殺人的弓兵糟糕 哇這波玩爆 這守住了很賺很賺 這已經是 哭哭臉的這種差距了 對我覺得第一波被這樣完結 真的是太難打了 哦走不朽 這 這場打的就很 很 我覺得很不好 對 因為 因為其實這意圖太明顯了 你三礦都已經二礦都堵死了 人家一定知道你要打一波嘛 所以提早就已經包兵等你了 我覺得要打三礦這種戰術 個人覺得 除非你是極限的那種 那你還是要開個三礦 做個樣子 因為 你這樣才有後手嘛 你這種完全打死沒有後手 其實基本上 你的對手做一個針對性防守 事實上就會很好解 這個OB被點掉哦 好慘哦 這全面爆開耶 哇 連唯一的視野也被控制住了 那你就剩一個零禁 現在目前人口雙方拉開 將近快要餓死人口哦 這邊BSTOK他現在是想要用這一個人禁 你看有沒有機會投到你 那騷擾而已哦 他不是要打一波 對 他的一波是後面的 哎呦 開三礦 我原本想說他會用不朽掃兵 就這個 我們在畫面帶到這個東西 然後搭配等等刷出來教室打一波 有可能有可能 甚至他那個三礦有可能等等是 還是會蓋 但是他就只是把弓兵拉到三礦踩 然後就直接推出去 因為這打法目前其實還算常見 不過前面真的有點虧哦 全部的兵都送掉 哎呦 那個主框那邊其實有騷擾 哎呦 沒有取消 哇這個 這個什麼都沒賺啊 他剛剛 激勵是沒取消啊 沒取消啊 然後那個 教室的騷擾也沒有賺到東西啊 哇這個 虧到翻啊 難道我們的 亞軍哥 他這一波要出去了 他這一波應該會出去了 亞軍哥要使用一個 三不朽教室哨兵 這是 慢版的 虛空自己的三不朽 對 慢速版的三不朽 又要再掉一次 怎麼可能會讓你開起來啊 對不對 這次有取消哦 哦 這個立場 還可以 還好還好 好那來看一下 目前雙方 這邊對於sale來講的話 我覺得蠻優勢的啦 不好說 跟你講這一波不知道什麼 可是這一波很強對不對 這波很強 這波你要有解毀獸 有 蟑螂 他有解毀獸 他有變了 毒爆的話 靠賽 你知道嗎 因為你毒爆你要包得好才有用 你從正面人家立場 真的他隨便放你知道嗎 他可以放一個那個 他可以放一個stand在上面都可以 對 立場超多的 所以這個要用包夾的方式去炸看有沒有 或者是他如果說有 因為他可以升空頭 他用炸的也可以 然後如果說全部從正面的話 其實有點危險哦 然後立場放得好的話 這邊馬上就要交戰了 哇 這邊拉成一個扇形哦 但是狗先貼上去了 毒爆直接做一個近身 往前擠 炸到一個 炸到一點東西了 我覺得這一波不妙哦 後續的兵力有點跟不上 哇 近身炸到一點哨兵 好 這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這一波可以了 蟲族換到夠 我覺得換到東西了啦 兩顆毒爆 炸掉了大概八隻哨兵吧 而且我覺得不會讓他走 這一定不會讓他走 這已經完吃了 哇 這邊不久送光 就沒戲了 這隻狗兵好 好勇猛哦 太可惜 其實剛剛這邊是有一瞬間拉的聲音很漂亮耶 他是一個很 就是一個包圍網嘛 對 其實立場 剛剛我認為算是沒有放好 對 他是有動的 他立場那麼多其實他不用那麼省 就是先把第一波打完再說 先吃嘛 你先吃一波狗 對 然後再隔第二個 再隔第二層這樣子 哦 這邊側面有繞了一波 教室有發現嗎 有兵嗎 有兵嗎 重點 有兵 啊 這個純狗是打不太贏的哦 哦 這邊回舊 回舊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方式 那這邊先把你的教室清光 哦 再打前線哦 其實Sale的這劫法我覺得蠻好的哦 對 他 我們仔細看哦 因為我們可能會印象中是 不朽者打蟑螂是克制的 但他今天用的是劫毀獸 劫毀獸其實是不怕不朽者 然後他前面的肉盾是用狗跟毒爆 所以用狗跟毒爆跟劫毀獸這種組合 其實對於不朽者來說他其實沒有 他打所有的單位都沒有加成 沒錯哦 那一旦 因為他沒有加成傷害差很多 對 然後 劫毀獸又可以 破立場 然後狗跟毒爆 你毒爆只要炸到一次 你的哨兵少了 你可能這一波威力就大減了 那這一波完全就是靠那個立場威能 對的 好那這邊只能持續利用零禁拖一下時間哦 因為目前隨著時間 越往後面 其實基本上如果是打一波 已經沒什麼機會 而且這邊Sale有一個轉出一個非常哦 我覺得這個轉型很聰明 我覺得很聰明啊 這飛躺過去就結束了 對這個過去應該就被鬧到翻掉了 而且 臨近也是要跳的哦 這沒辦法 啊飛躺露臉了 我想說等等那個飛躺 第一時間在 哨兵上面出現的話 他可能會全部一起開盾 沒錯 害怕的要死 對因為那紋死 好來來 你這邊 放光炮來不及了嘛 你轉 轉VS根本跟不上 所以基本上這邊一定是 被二三礦牽車 而且這個時間點其實主礦已經快乾了 這種情況啊 看到人家 飛躺 他的第一時間要做的就是刷墜裂 對 然後每個礦都刷墜裂跟那個 跟光炮 然後等到你 確定可以守住以後 你再下VS繁殖 好這邊大量的飛躺哦 這邊總共有 雙線哦 十隻 哇糟糕我覺得這只要被鬧到一次就是無止盡 對然後三礦那邊有超級多的狗 對哇正面 逼你的墜裂不能分身哦 那狗直接往上去見個立場 這立場沒有開也沒有包 哦這個立場有點不太好哦 哇這狗太多啦 對這個兵力差太多了哦 側面 幾顆毒要往前說個擠壓哦 這個立場有看到但是很可惜 兵力的差距實在是太 太多了 我們恭喜Sale拿下這場比賽 哇目前贊成的2比1停牌了 這個這個我覺得這場 這場Bistalk的打法太明顯 哦是 因為他把二礦完全堵死嘛 他如果他好歹也做個假象說他可能要開三礦幹嘛 就他直接把他堵死然後岩石那邊也是堵死 那想也知道你一定是人盡飛出來然後刷教室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人類要打二兵贏的時候在你面前蓋兩個兵贏 哦對啊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你要放大招了 只是不知道你是什麼招而已 所以對於他最好的防守方式就是我全防 然後我獨爆蟲巢 只是這邊就是一個選擇嘛 你要獨爆蟲巢還是蟑螂 對而且其實Sale剛空投狗的時候 其實有大概知道那個Bistalk這場的走向 對 因為他狗第一時間進去的時候 他已經看到 我記得已經看到一點東西了 然後他狗稍微繞了一下 然後也看到也沒有發現VS線 他應該就知道要幹嘛 然後像神族這場的打法 他這個打法其實在天氣上蠻常見 就是不朽加哨兵加教師這種壓制是很常見 就是現在的 現在虛攻自己版的三不朽 是 那他的解法呢 可能有人會說用狗獨爆解 那有些人說什麼蟑螂加截毀獸 那剛剛Sale其實用了一個我覺得很棒的方式 他用大量的狗加獨爆加截毀獸 就當你的不朽等於是沒有用 但是你的立場只要一個不放好 或是他截毀獸已經預料到說 你譬如說你立場放這邊 他把他打掉的話 你只要有獨爆炸進去 這波就鎖住了 沒錯 確實剛剛也是用這種配兵 然後再配合這個三四體翼去破立場 確實 對 不過我只能說 這張地圖我比較意外的是 Bistro沒有ban掉 可以選ban 對 因為總共我們這次賽系 總共有 1 2 3 4 5 6 7張圖 對 7張圖 你還是可以ban 2張嘛 我估計有一張地圖叫做 程序裝置被ban的 他可能是ban的一些 二礦是瓦斯的那種圖 像有一張圖黃金礦可以 黃金礦有8顆 那個神族超難打的 對那個可以直接開前面 重組可以開前面 重組直接裸黃金礦就好 經濟超級強的 經濟起飛 不過我覺得像這張地圖 那麼適合打一波 還是想 我覺得還是要演戲一下 不管你要打什麼樣的一波 你在高端的對局裡面來講 你只要露出太多的蛛絲馬跡 給他發現 對 你就沒什麼機會 像前一場都演示的蠻好的 對 其實看不出來說 你是要打這個東西 對 我覺得在某方面來講 我覺得他要更像HES一點 因為HES就是在搞的時候 他是同一招在一個時間點 會有個分歧 對 會有點不一樣 但前面演的是一模一樣的 對 沒錯 可以說是台灣影帝 台灣影帝 不過這邊我覺得最大的差距還是 BCTALK他是一個 忠實呈現自己戰術的選手 剛剛講過他打每個選手的時候 他都會先做事先調查 然後去先制定一套戰術去打 他就是把他完美的執行這樣子 像剛剛我看了幾場下來 我有發現CEO確實有一些習慣 像他的王蟲擺的 對 他其實是會把王蟲擺出去了 所以說你在面對他的時候 或許我可能我在打的話 我可能就會想說 欸 我可能就會想要出虛空去抓 因為他的王蟲確實是每一次都擺出去 這是個好習慣 但是確實也是一個容易被針對的 對 不過其實CEO這邊有做那個王蟲提速 嗯 我就覺得還好 王蟲提速其實就可以跑得掉 就可以跑得掉這樣子 那整體我是覺得目前來講 雖然說是CEO這邊2比1暫時聽牌 我還是覺得PESO有機會 對 還不好說 兩個真的是五五波 剛剛那張圖確實對程度來說 是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開場的建築學太吃虧了 沒錯 太明顯了 主要是你打一波的東西 真的太明顯了 那下一張地圖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啦 那 因為是那個敗者選嗎 應該是賽前就塞好 塞好地圖了 對 塞好地圖了 好 來看一下喔 深海嬌岩喔 那第四場比賽的地圖是深海嬌岩 那地圖右下方是來自香港的Bistalk 在地圖的左上方 這次來自台灣的Sale 看到這失敗者就覺得很好笑 好那來看一下這一場 其實我們剛剛用點比較平化的方式就是 其實玩神族的要附黑一點 就是你要隱藏自己的意圖 我應該這樣講 不管是哪個神族 你要打招 都是要演戲的 對 你不演戲就是擺明的跟大家說 我就是要打這個啊 你熟不熟看你啊 除非你像之前parting嘛 parting不一樣 你那個立場已經到了神的境界 對 擺明就是打三不朽 你還是守不住 那是操作逆天好不好 對啊 你是不是讓我想到一個人就是 全聖時期的NKP啦 那你就知道他要打什麼 他就是可以用操作幫你幹翻 對對對 有點那種感覺 好來看一下這一場 別同學一樣是很早的第一隻弓兵出去做偵查 然後打一個單兵贏開二的礦 其實像深海嬌岩這張圖 我認為就是 這一季裡面神族 比較有優勢的幾張圖 對 對 因為這一季的圖其實對於人類的重組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有優勢 但是深海嬌岩這張圖神族是ok的 對 沒錯 他有很多地方可以讓你去做進攻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我這次看一下這次的天地圖 我個人覺得充足蠻刺香的 很多地方可以繞 有很多地圖是他可以大規模繞 而且還有黃金礦 然後有一張叫什麼 程序裝置那張真的很智障 你說很多一格一格那個嗎 那一張礦太多了吧 路太多了吧 真的 那一張要怎麼守有點難守 而且那一張圖夠大 所以那一張圖人類會比較辛苦一點 對 但其實說真的 如果夠大對於人類的多線空投也是不錯的 但是我是覺得 重組還是比較刺香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雙方的走向呢 這場Bistalk有沒有再換一點戰術 因為我相信其實選手在準備這個比賽來說 一定會對上次的比賽的VOD做研究 或者是近期在天地上有撞到他 RP再拿出來看一下他的習慣 一定會的 這邊稍微看一下 加速一支教室 對的 走BS 這邊目前來講還沒有任何的變招 我是覺得Sale的經濟還蠻不錯的 對 這邊 這邊就有一個小觀念 最近大家可能會聽到說什麼 為什麼神族第一支不出母劍核心 對 你看 其實Bistalk也是沒出母劍核心的 因為他這個是為了要讓他自己的先知更快出來 沒錯 就是那50氣嘛 對 然後後面你還要輸一點兵 所以說你是不會有氣去做母劍核心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很久以前的神族 你要為了多數這個先知 你先把這個空門的時間往後延了一下 類似這種概念 但他這個打法是不會把空門的時間 往後提供 對 他是犧牲一開始的那個母劍核心 對 所以說他這樣子是比較 前期會比較危險一點 但其實還好 因為他就算先知出來也能守 沒錯 因為至少前期我有一隻工兵看著他怎麼發展的 我是可以掌握他的流程的 好 這邊紀錄性非常好 一隻追在側面巡邏 抓一下王蟲 唉唷 我說真的 其實我之前一直在想那個 我之前有稍微去問一下Beast Talk 嗯 就是上次我們不是打完了嗎 他有講一句話 打台灣的WCS 只要準備打蟲族 可能打神就好了 是啊 是啊 我們真的中關 這一次只有East Pat 打進來 人類嘛 上一次只有小狼 真的是你只要不要一開始遇到人類 基本上你就只要專心做好這台蟲族 而且他上次的賽程是第一場蟲族 第二場蟲族 第三場是Haze 對 他就一路上就這樣打蟲打上去 對 所以在某個方面 真的是希望台灣能多出一點人類的高手 其實有很多啦 對 其實都在打團戰啦 打他打團戰 你是只被你跟Sane擊敗的 我說那個沒有沒有擊敗 就是台灣的人類高手對不對 打團戰很厲害 我意思是講 打到韓服第一嘛 也是也是 最強的 不能說是最強但是 因為你們擊敗過嘛 不是我是說他們一打一的實力 在台灣是排最強的 確實 我說他們應該排前三前是一定的 就是一定有 對對 那能不能說是最強的 就是看比賽成績來決定 你是不是最強的 沒錯 其實我有看一下海選的賽程表啦 就是像 上次的日本人狂啊 還有這個ROG戰隊的Nutthin啊 他們其實都在海選的時候很可惜喔 就是雙雙落馬 像這次晉級 上次晉級到八強的是小辣 對 那這次是XPAT 對 XPAT這位選手我對他的印象是 我對他 我一開始不知道這個人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第一次出現就是以黑馬之詞 用了一些比較特殊的開局 就是 他打的是兩礦壓制 或單礦壓制開二礦 這個有防的不錯喔 其實還是可以做幾條口巡邏吧 做個兩三隻巡邏那個就蓋不起來 沒錯 我覺得兩隻就夠了 或是兩隻後蟲在那邊打 或是兩隻後蟲在那邊打 不過目前就這個結果而言 我是覺得守得不錯啦 沒受到什麼傷害喔 其實我覺得比如說我打Sale 我覺得Sale他前期的開局都有點爽 就是 我一個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Hace去打蟲主 他前面一定會去幹撈你的二礦 對對對 然後 你會發現任何蟲主打他都不幹羅蟲 哇 哎呀這個 哇 這 這好虧喔 前面的弟兄怎麼不見了 對 怎麼突然一個轉角 就say goodbye了 這個 這個斜坡上是陰影啊 所以說剛剛畢奏哥走上去 就是看不到上面的兵的 我覺得這個第一波被 蟲族這樣守 真的是中期神族會很難打 我們的雅君哥要拜拜了嗎 對現在這個工兵數65跟57喔 呃 雙方三礦時間點其實事實上是 sale更快一點嘛 那四礦這邊已經可以開了 我覺得他只能全力充電 不然等一下不好守 充電 就是 升電兵 對趕快充科技 我以為你說他在家裡充電 不是不是不是 就說去旅遊一下充個電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一定要趕快攀科技 因為他等一下就要面臨的就是 你懂的嗎 刺蛇二攻毒爆 對 那個很強喔 那真的很強 那個在開闊地 二攻毒爆真的是 流氓你知道嗎 他想炸什麼是炸什麼 除了擺一球以外 其他東西都可以炸 對對 好 側面還是一樣有這個空投毒爆 但是不過這邊 畢奏哥不錯 機率性不錯 在側面有安排一隻這個虛空巡邏 不讓他被空投 好 那目前看到這個局勢下 剛剛的那一波壓制 其實基本上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四礦算是很簡單的開出來 那這邊Bestalk只能跟著開喔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這邊神族 呃 Bestalk跟海埃斯 都是把四礦開在高地那邊喔 他沒有選擇開在下面那個地方 呃 我覺得開在高地比較好啦 因為他下面那邊會被上面打到礦區 對你看下面他等於去打你三礦的時候 可以順便鬧你四礦嘛 對 就很虧 好那這邊看一下 這隻仙姿還沒有死喔 我覺得仙姿其實有很多作用 他他基本上不要死 他可以開四眼 他可以放棄至立場 就表一些機率性不好的人 對 仙姿確實很強 對 只要不要亂送掉就好 沒錯喔 喔側面這個 臨近也停太久了 他應該在等 等對方來打他的時候 側面再去投喔 先把岩石打了 多一個可以多線的路線 沒錯 不過現在人口已經來到了 將近是 喔正面直接刷大量的教室 有看到嗎 有看到 這一個算是一個智商喔 他這個是狂戰士配教室 對 喔 喔 不過到現在還沒有殺工兵欸 他是不是沒有操作阿 他就A過去阿 狂戰士也很難殺工兵阿 對 可是他還有教室阿 欸一隻 工兵都沒死是幹嘛 哇這個 完蛋了 我覺得他今天狀態不是很好欸 你怎麼看 亞軍今天失去水準 對因為 照理說啦 喔喔喔 照理說你進去嘛 你一開始有三隻教室 你後面全部刷狂戰士就算了 這 你的 喔還是差好東西 這還可以炸六隻 太神阿 而且還有兩條狗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三隻 三隻毒暴要加兩條狗 但是他沒有空 對 不過就剛剛這個結果來說 四個毒暴可能再好一點 對的 他剛剛教室也沒有去 舒服著打這工兵欸 就直接打王蟲 欸打那個後蟲 剛剛刷狂戰士 喔有啦提示狂是好 他剛剛第一時間刷狂戰士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要有提示狂 但是剛好還沒升好 可是我個人我覺得還是刷教室好 教室好一點 因為我的印象是 只要一看到刷 我覺得四十八九都是教室 因為他可以 他可以一直順嘛 對 去拉扯你 好 哇這邊直接走正面 大工兵 哇這邊也是 送給你開心的喔 殺了十六農民 哇這要怎麼打 Sale這毒暴真的是用的蠻好的欸 對目前來講的話 農民數是 81.51喔 雙方礦術 Sale這邊已經遍地開花了喔 連接人把自己的五六礦都開起來 然後開始轉 轉VS線喔 欸他是他存了一點錢 我覺得他這個應該是 他等等就是 他等等就只會出狗 然後要轉過飛躺 對 我覺得現在對於Sale來講 非常好打 他就是打多線嘛 因為這樣力圖一旦 神圖正面打不贏的時候 衝突就會找怪了 對 哇這 三個框 三線進攻阿 三線爆炸 哇你一個拉側 五礦 二礦 四礦全面爆炸 哇這個多線 打的真是 Sale這樣打好有水準喔 而且他等等 接下來就十六隻飛躺出來 對的 然後這時候 VS想說 好你送了一波 王阪亞的時候 哎呀多多多飛躺 超多 可以出二十隻了 哇這一波真的是 Sale今天的水準非常高 對 我是他只怕Sale沒有軟 38個毒爆 他把錢花了很多 因為他剛剛狗這樣 把對方攻兵換掉以後 其實 自己正面沒什麼兵 我覺得這一波其實 Sale只要把 他的閃電號角就好了 然後接著就來讓這個 非常抽筒 這個毒爆不要被閃電電光就好了 對 要記得就是像 有點像引雷那種感覺 其實我甚至覺得他只要拉好 盛行A上去 就結束了 你說那個用包夾的 他電也電不完 好那這邊看一下 關鍵的一波 不過飛躺 欸飛躺在家裡嗎 飛躺是 他出三隻 怎麼才三隻 呃 剛剛不是說 Slide 怎麼突然覺得這個兵好像有點多 他看這個正面好像 非常沒什麼用 對 有四個白球 好 畢斯兜格斯還沒有放棄喔 他覺得自己還是 還是想要拿下這一分 還是有力道的 他這一個 神主還是不能亂收 但我覺得對於神主來說 他很難收阿 這時候 你只要趕出門 衝出去跟你換家嘛 對 基本上是沒什麼機會的 哇 毒爆再來一波 公兵直接 唉唷 這可以炸欸 喔喔 這個是用舒服特的 喔喔 二攻毒爆 二攻毒爆 直接一顆就可以把 公兵炸死 超級強的喔 這邊狗 其實這邊狗 中掉也無所謂啦 對於現在Slide在家 他有的是錢喔 唉唷 生的是三本 跳三本 我覺得要出大龍 應該是要出大龍 然後這邊要開始 開始繞起來喔 其實剛剛BeastTalk 就應該像現在這樣 對 他殺他這樣子多性就守得很好了 但是這個時候的狗就是便宜又強嘛 你要封住他的行動是有點困難的 Slide這邊 我發現他是沒有升二防 對 他只有升攻而已 他這邊操作有失誤欸 哇 又來一次正面的大 大量賭爆往前滾 欸欸欸欸 往這邊有點送喔 這邊有點送喔 他剛剛好像是想要去 喔完蛋這一波被截 對 有一點虧 欸我認真講 充足的正面打不贏神主喔 所以說殺他Slide 我一直都是用 迂迴的方式 把你拖在家裡面 沒錯喔 我是覺得這個方式蠻聰明的啦 一來你沒有經濟嘛 你失望開不起來 等到我一直迂迴到你 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你來打我的時候 我已經有大龍了 好 三本要好 這時候其實充足把 可以把防個身上去吧 他就沒有升防了 其實這很有空間升的欸 對啊他其實可以升 早就可以升 閒跟氣都那麼多 他早就可以二防了 他二攻好很久 哇這個 他要去滾 欸 這個 哎呀這邊大量毒把亂送 哇這邊再來 好先擊白球 白球被 被分割了 這可能要拉一下喔 這時候他其實可以考慮轉一波飛躺 對 我覺得剛剛有一個很大的失誤欸 他白球被分割了 他白球在前面想要擋那個不休者 對 哇 我覺得這不能打 這不能打 怎麼會分割呢 我覺得 你就正面 其實不太需要他太前面你知道嗎 對 他其實跟這個白球 不休跟這個白球 其實有相同的作用 不太需要走那麼前面 好這邊 這時候狗真的蠻強的喔 持續做騷擾又兵你回城 神圖回舊看起來真的很 很那個憨慢你知道嗎 沒錯 然後你看這個狗 在你面前跑來跑去的 煩死人了 正面又是這麼多兵 又刷到200 這一波換完會直接出大龍 好這時候狂狗要好了 這要怎麼打 超多狗欸 對啊 不過說真的 這麼多狗 你真的一泳而上閃電 還真的不是說那麼好電 其實還是電得完啊 狗只是痛嘛 但是他非常軟 這個狂狗 哇 繞進去了 怎麼這樣 哇這山況超多的 對 哇這個電 電好電滿 有很多 有沒有看到這屍體 哇這狂狗好強喔 你看這個咬 咬基地的速度 好 咬掉 把這個聖堂文庫點掉 把科技打一打 殺人狗差三倍 這場讓我想到了 之前我們TA手有一場 唉唷 這邊放棄了 比斯托克 對這邊比斯托克打出了 GG 我們恭喜SALE 3比1 擊敗了比斯托克 其實SALE剛剛那一場 還不是全部的兵喔 對 他還在轉大龍 他只是用一些 算是 防守型的部隊吧 用拖的就把你拖到沒經濟了 對這一場 我覺得SALE這個大舉關 意識真的很好 這場打得蠻好水準 對 因為他在一些很重要的timing點 他遏止了聖堂巴掌 就是最重要的是 他從正面那一波 用毒爆炸進去 最關鍵還是那個 三線 對 就是直接穿狗 穿著一二框嘛 然後正面狗 毒爆刺蛇打你的四框那邊 對 那邊其實瞬間把這個 比斯托克的節奏打爛了 打到剩下二三四龍而已 對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邊比斯托克 有一個點 我想稍微討論一下 就是 就是像連續這三場其實 比斯托克 他都沒在前期給SALE壓力 對 然後SALE都是一開始裸霜 其實他有給啦 你說最早最早的嗎 對 喔 因為那個黑石會蓋水晶塔去擋 對 所以大家都會怕嘛 有些都會怕 然後剛剛其實SALE一開始就是裸霜 然後他的三框最快速度開 然後他的一開始的兩隻教士 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直接跳仙子了 其實SALE一開始幾乎都在 沒有被燒爾的情況下平穩的度過 然後你說農民補得很開心 對 我們在中期就看到 假設如果是今天別的神族來打 的話我們前期先來鬧一波 逼你刷點東西 先可能第一次教士又往前走什麼的 對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這場是 先VS嘛 所以說他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對想要看這次先知可不可以做到點東西 但事實上他這場的先知啊 然後包括第一波他有一波是八教士的壓制 那邊直接前五隻就直接送不掉了 對那邊都很可惜 沒錯好我們再次恭喜這場比賽 這邊是有晉級的四強 那這邊VS TALK也不用難過 還有敗者組可以打 那等一下的比賽也是非常精彩喔 由台灣眾王Rex要對上 日本的代表Winter Winter在上次的比賽 真的是大家有嚇到 打到四強嗎 對他確實蠻強的喔 對那請大家不要走開喔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今天的比賽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